新聞開始來關心 警記的問題 真的是一件接一件 臺中縣清水警分局 一名中信的偵查所 被他的情婦 洪姓女子指控欺騙感情 失亂中期 甚至還為他墮胎三次 拿掉了子宮 洪姓女子的指控 不僅讓中信的偵查所 被降職調換工作 連他的長官也遭到連坐 這名偵查所相當的不滿 帶著太太去找情婦理論 不想事情繼續鬧大 外遇警察的同事 都來好言相勸 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中信偵查所說他已經豁出去 同事們好說歹說 把他請上車 但他還是咽不下這口氣 兩夫妻來找情婦洪小姐 當面對職 但洪小姐碰一聲 關上大門 連來幫忙縮緊的警察 也不理會 夫妻倆這麼氣 是因為洪小姐指控中信偵查座 和他交往七年 為了他墮胎三次還拿掉子宮 償還車子貸款幾十萬 甚至還指控中信偵查座 在外面還有其他的女人 但中太太跳出來幫先生戰蝦 說他對家庭很有責任 中太太並不責怪先生的婚外情 她說先生只是犯了男人都會犯的錯 中太太說洪小姐因為纏著先生不想分手 常常半夜打電話來騷擾 所以他才會找朋友幫忙 假扮成先生新的女朋友 但私人的情感糾紛 卻弄得警局顏面無光 對上的長官也都被連坐 為了整頓警記 看得出警方出手很重 身為人民保姆的警察 真的要謹言盛行 民視新聞中部綜合報導